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哪些最佳的选项 那么这个上面是膀胱癌的一个大的分类 那我们今天其实要看的就是所谓Num Muscle S 那这个图其实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insight tube或ta或t1的这些种瘤 那么虽然说这些种瘤它们都叫Num Muscle S 但是其实它们是骨子病是不一样的 它有看到说从这个正常的泌尿上去 有的是走这个hypertase的路线 那它的G的变化呢 有蛮高的比例是FGFR3的一个变化 那么它如果在这个发展下去 它是会变成说一定要low-grade pulmonary tumor 就是往外移位这一种 但是有一类相加讲就比较aggressive一点 它可能是走这种dyspresso 那往下走这个CIS 甚至于到P1 那当然就会变成P2 所以虽然都叫Num Muscle S Bernic Cancer 但是它们骨子里不一样 恶性程度相较讲也不太一样 那么这样从这个biology上的不同 其实它会反应到临床上的表现也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是这个7个大型的营床试验破起来 总共占件2600个病人的这个data 所以我们发现到说呢 这些Num Muscle Invasive Better Cancer 的确如果有上面所列的这几个factor 如果越高 那么我们会把它定义成是比较高风险的 Num Muscle Invasive Better Cancer 所以如果说是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 风险度最高的 这个复发率就是最上这条 这条 就是说风险如果越高 它的这个 复发的这种时间就会越短 那越底当然就会 可以控制的比较穷 所以呢 现在在这个 Num Muscle Invasive Better Cancer 当然是以Num Muscle Invasive 为主 但是如果是风险高的 可能就必须要辅助性的做宝宝灌药 那么风险越高可能灌的时间就要越久 那现在呢这个宝宝灌药被托付最有效的就是这个BCG 所以它其实就是类似一种 免疫治疗 当这个BCG灌进去之后呢 它会引发这个In-Main或是Adaptive In-Main的体 那达到局部矿路的效果 那就是一开始的Response很不错 如果是Tuberian Tumor大概有六成 如果是Ci是可以到七成 也就是说一开始能够控制肿瘤这个激励 那除了这个BCG之外 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说 它有这个光光光化瘤 那这一天 General 里面他就是比较了 可以灌BCG 当然可以灌其他人化瘤药物 包括像Main C DOS Lubicin Lubicin Gensin 等等之类的 那这些把刀破起来 大家可以发现到说 只有这个BCG可以同时降低这个Bedian Cancer Recurrence 也可以降低Bedian Cancer Progression 当然就是BCG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以长期上来讲 大概刚刚是红色点点的线跟橘色的线 这两条线其实就是灌BCG的 那么是蓝色或是绿色点点的这个线 就是光化学质量 所以长期追踪来想 幻BCG的确是 比化学质量来得好一点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说 虽然这个BCG效果很好 那么也的确有将近六成的病人 可以达到长期的Delete free 但是换言之理反向来看 就是将近可能四成的病人 没有办法达到长期的Durable control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群病人就是 概念上就是他们配BCG可能效果没有这么好 那么定义上这些灌BCG效果没有这么好的病人 其实在网坚上有把他们做一个比较细的区分 包括像这个BCG的reflector 那这个reflector也就是你顾名之意 就是从头到尾都没好过 你怎么灌它从头到尾都没有好过 这种叫reflector 那么resistance呢 一开始没有好 Dist-implaced 但是你继续maintainance给它灌 它可以有Dist-free 这个叫做resistance 那relapsed就是它relapsed 所以在代表好过 但是后来又长起来 那么最后就是intolerant 就是因为複周没办法灌 所以BCG failure它其实有几种pattern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unresponsiveness 那其实它是一个概念性 也就是说 当你BCG induction 又maintainance都给它灌了之后 病人他还是疾病有在长起来 那代表说你继续在灌可能效果没有这么好 那么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名字 就是BCG unresponsive 就是你再灌可能效果没有这么好 所以它里面当然可能包括刚刚讲的这几倍 可能是refactory 或是resistance 或是relapsed 这都有可能 不过概念上就是说 它经过完成了BCG的灌注 但是肿瘤长起来 这是一个 我们等一下会以这个category来介绍 这样的一群人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那么在概念上面 如果是BCG unresponsive的NNIBC 现在的标准治疗其实是 Rentable system 就是直接把膀胱切掉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study里面 这是2007年 蛮久之前的study 它有两个口号 一群就是在那个年代 当你过完BCG又复发 而且这种P1 recur是这些人 那么他有大概有129个病女 65个他们接受relapsed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historical control 就是说这些人 虽然他有P1的recur 但是他们没有接受relapsed 而是继续可能冠BCG或是冠起来的化疗 也就是跟着不开刀 那么这两群人 他们这种预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结果是有的 如果是跟着不开刀 一直在那边冠起来的药物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黑色这条线就是死亡的几率 大概有将近 因为疾病而死亡区 大概有长期而言 大概有四成多 但是如果说 我们及时的帮他做radicosis tectomy 预防它progress到 muscle index 他这个黑色的线 的确可以下降到大概到三成多 但是一个回缩性的研究 的确你早点把打光切掉 其实是会预防它造成后续的一个死亡的风险 那这是另外一篇无线 它比较的就是 Early 的 Radical cysts tectomy 跟Delayed 的 Radical cysts tectomy 那么也同样的发现 如果说你是早点发现 就把它早点切掉 其实那个整个死亡不是比较好 那如果说硬着不切 一直给它换 换到不能再换位置 才切 这种比如说 它已经有Metro-Metastasis 或者是它progress到 invasive的疾病 也比较高 这种再来切的时候 或许其实 它的这种死亡的疾病 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根据这些 比较大型的维缩性的研究 目前的话 肝源上面是建议 就是说有这种 mcg-unresponsive 的这些NNNEC的病人 其实是建议要做这个方法切除 那么临床实物上 这样子理想上是很好 可以预防它 不要再降低它 不论是 那也可以降低死亡率 但是我们发现 你病人跟病人在沟通的时候 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必须要把房间切掉 它有某种 某一定程度的这些看到的风险 而且重点是 会影响到生活品质 所以有不少病人 其实是心理是蛮 decline 就是拒绝 或是说心理会有比率 到底也不要这样子就做 房间切除 所以也因为会有这样的 理床上的需求性 现在就是 甚至这些群人 有没有除了开膀胱之外的 其他的选项 可以延缓 或甚至于长期控制 不要让它变成 Invasive Breative Cancer 那目前的话 这样的一个叫做 所谓 膀胱保瘤的策略 FDA 是有通过一个药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老药 Balubicine 它也是一个化疗药 那这样一个化疗药 大家可以看到 在必须去fail之后 再灌这个化疗药 它在半年里面控制的几率 complete response的几率 大概98% 其实没有很高 那左边这个是它长期的 可以维持CR的几率 其实你刚才看到 随着时间 几乎有大概就不到一成的病人 可以长期的控制 所以这个Balubicine 其实它是一个选项 但是好像没有这么好 那么除了这个Balubicine 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药 在这群病人可以控制的更好 那当然大家现在知道说 这个密尿上的医案 在这个转移性的部分 密尿质量已经是一个标准质量了 所以不管是在二线或一线 都有一些chap point 可以来延长这个存过 那么在这一个 not muscle invasive的一个setting之下 这样的imicap point 可不可以也发挥同样的效果 那么其实是有机会的 怎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篇是文献 他就是去回顾 有些人冠BCG有效 有些人冠BCG没效 那为什么这些 有些人会没效呢 他们发现 原来没效的那一些人 其实他们的PTL1表现都是很高的 Lung responder这一边 他大概有三成多的病人 PTL1表现会高 那 responder几乎都是不表现PTL1 那么另外一篇study呢 是日本的study 他们发现 他们把这个复发之后的检体 上一开始的检体去做比较 他们发现这个复发检体 大概有三分之二 都会有PTL1表现上升的情况 那么这些PTL1如果表现上升的话 他们的预后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PTL1的确不管是在BCG的疗效 或是说他对BCG无效之后的这种预后来讲 他都是一个不好的因子 所以我们针着这个不好的因子 去做腰部的介入 其实也算是make sense 那么现在证据力 比较强的大概就是这个Kino057 这个是PTL1 是一个NiPV1的一个药物 那么他说的病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冠完BCG 那么无效的一些病人 那么他在这个2019年 学会上面发表的是CORPAL-AR 也就是说他是CIS加减这个 Pulmonary disease这些病人 那么他们用200mg每三周一次的pulmonary disease 那么就持续的治疗 那么如果有不定控制 他们就是一直打 那打了两年 打两年 那我们来看 这样的一群病人 他们其实之前都接受过BCG的资料 平均打12次 也算是资料蛮多的 那么都是有CIH 那么也不是会合并 Hybrid TN disease 好 效果如何 三个月去追踪膀胱镜 打这个pulmonary病人 大概有四成的病人可以打到CR 那这边又会提到一题就是 有没有人会这样子 错过了预防的时机 变成muscle invasive 这边他在这个一年半 最终来讲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病人都没有 progress到T2 那另外这些呢 有效的这些病人 他们大概有36.6%的病人 他们后来再脏起来 那但是换言之 就是大概有6、7成的病人 其实是在追踪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他是可以维持疾病刻画的 这个是他的Durational response 平均大概可以到12.7个月 那这样的治疗 副作用是很少的 那平均人员跟疾病下关的副作用 大概只有12%左右 就是说比较高等级的这些副作用 大概就是12%左右 那么今年的这个ASMO 它发表了这个Kinronin 57超过两年的更长期的追踪 刚刚是一年多 那它多了一年的长期追踪 那么一样它的CR也是市场 那么CR的病人可以持续的时间走到它的12个月 已经又延长到16.2个月 越来越长 真的可以长期的控制 那么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膀胱保留的这些药物的治疗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担心它会不会在这个中间 progress到 invasive 那么在这个CoA里面有96个病人里面 那么有一些病人的确因为 因为民传医师会担心它有这样的风险 后来让它直接去做这个Retrocystectomy 那么大概有96个月 大概有36个病人去做开刀 那这些开刀的病人 里面只有三个人是恶化成muscle invasive 那么其他大部分的人 做Peprolimid无效之后去开 基本上都还来得起 就是他们并没有恶化到invasive 所以我想这个也意味着说 它是有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window 并不会错过太多的人恶化到invasive的一个disease 那除了Peprolimid之外 另外一个Arterodysumab也有一个FACE 2的一个study 那么它的设计跟Peprolimid是人类似的 只是它打的是因缘的Arterodysumab 其实同样也可以看到 在三个月也有大概将近市场的CR的机会 其实跟Peprolimid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如果Peprolimid的提供来看 三个月的CR大概将近市场 那么半年的话将近大概就三成左右 那么比起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传统商FDH-O-Proof 把Rubicin18%还要来得好 而且这个免疫治疗其实它的负重项目讲的比较低 所以在今年的一月份FDH-O-Proof 这个Peprolimid它是可以用在这种BCG无效的这些病人身上 那当然不是只有Peprolimid 还有其他的免疫治疗的药物 也在凝聪式炎制疗或者在进行 所以感觉上大家对于Image checkpoint 在BCG unresponsive的NIVC 这一块是抱有蛮大的一个期待 那前面讲的是Image checkpoint 那后面大概会发现事情跟大家讲一下 那除了Image checkpoint之外 也没有其他的这些药物可以在这一块做一些治疗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 反光药化学治疗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些药物里面 当然包括这个Dosolubicin Gensetabin 甚至于有的是Sequential 就是说管理种之后再接着管理种 那么还有这些好几种这块都弄在一起 那么看起来好像有个是说完全没效 大家可以看到说一开始Response 有到4成 那么一年可以控制的区域 大概也有到2成到4成左右 所以大概 因为现在BCG也是短缺 并不是谁叫谁有 所以或许在试着管这些旁观的这些化两个药 或许还有一些机会可以控制一些时间 那另外一个蛮有趣的 除了这个旁观观药之外 他现在还有不少的这一个陰床试验 在做这个所谓这个Pmo hypothermia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利用一些设备一些装置 在膀胱加热 让膀胱的这个温度会上升 那这个温度上升要做什么 温度上升之后 这个肿瘤细胞的细胞膜比较不稳定 所以这时候如果再把 换来药灌进去 或许他有机会增加这个药物穿透到肿瘤细胞的 一个机会 那么另外呢 温度上升也会induce肿瘤里面的 这个HITSHOP protein的反应 出来 那么这样的反应引发出来 有机会会吸引一些 细胞过去去杀这个肿瘤细胞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技术上的一个研究的其中一个方向 也就是做这个Chemohypersemia 那另外呢 这个Drop Deray就是说用这个奈养技术 把这个化疗药物做一些包装 让它的这个传统力更强 那这个也是有人在做这个研究 所以这是以化疗为主的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当然这些化疗药 不管你是直接管化疗 或是把它加热 或是做这个耐敏技术 他们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non-specific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你灌进去 你没办法知道你灌进去的药 是只有到中流 它有可能造正常的EURAL的Acylium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几个治疗 它就稍微有一点专一性 第一个就是这个oncholidic virus 那么这是利用这个基因工厂的一个技术 把这个病毒设计成它指认肿瘤细胞 它有一个专性在里面 所以它不太会粘 这个病毒不太会进到正常细胞 它会进到这个肿瘤细胞里面 那破坏这个肿瘤细胞 那当然一个是种子是死掉 另外一个它死掉之后 我们再引发免疫反应 在第二波的免疫系统再来杀这些肿瘤 所以这个是这个oncholidic virus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目前的话 比较有在做study的是这个Cosati virus 或者是这种所谓这个CG0070 这是也是一种mantanol virus 用这种比较容易感染的 比如sele cell的这些virus 那么达到比较专性的治疗 那么另外一种就更专性的就是基因治疗 刚刚是virus直接感染肿瘤 让肿瘤绿失掉 那这个基因治疗呢 它也是利用病毒或是Prasme当灾体 但是它不是直接让肿瘤失掉 而是它会把一段基因带进去 那这段基因呢 可能会让这个肿瘤分泌 比较高的一个Phaelonα 比方像这个Natopharogen的这一个药 它带进去的菌呢 就是你的Phaelonα的菌 所以要让肿瘤分泌比较多一个Phaelonα 局部的发炎会增加 达到控制的效果 那么另外一个BC819 它是带着这个菌是白红毒素的菌 就是说这个病毒进去 它把白红毒素的菌卡在肿瘤里面 让它里面呢 表现这个会毒杀肿瘤的protein 让这个肿瘤死掉 所以呢 它是一种比较专业性的 比较专业性的一种治疗 那刚刚讲的这个Natopharogen 那它是一个临床试验 那看起来的确效果是不错 大概看到半年的这个控制率大概有四成 甚至可以到二成 那么一年也大概有两成到四成 其实效果是蛮有起立的 那么这样的质量的负重 其实相对来讲也没那么多 比较严重的是AE AE大概不到 比较严重的AE是十个百分比较严重的 AE是十个百分比较严重的 AE是十个百分比较严重的 大概是百分比较严重的 那么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 就是Baccine Baccine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我们他们都能做 因为小时候我就在打疫苗 那有没有可能 总可以来给它做疫苗 那还真的有这样的临床试验在做 那它的做法呢 一样它是把Virus打进去 那打进去之后呢 这些Virus因里面 会带着这个肿瘤 这个NIN体群在里面 所以它会去感染这个Digert cell 那Digert cell它是一种 它是APC 那它当然就可以活化T cell 那T cell活化之后呢 就去控制这个 毒杀这个肿瘤细胞 那么有的甚至于是更 更暴力的方法 它直接把病人身上的Digert cell把它抽出来 那么在外面架工 用这个NIN体群去刺激 把它架工 让它能活化之后 再把它塞到病人的体内 确保它一定是活化的Digert cell 能够活化这个T cell 所以这个Virus因里面 也还是有人在这做的 那么现在大约是Poxivirus 我不能说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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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用这种Kishop protein 当NIN体群的这些Virus 其实都有在发展 所以 目前 从前面讲到现在 这种BCG已经废了 这些病人 除了 Emitryptomy之外 还包括这些 刚刚讲的 比较non-specific的化疗药 或者说是这些比较specific的 Virus Gene Therapy 甚至于Vaccine 感觉 哇这个令令种种的 感觉非常的发展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这些治疗 其实它们都不是一种治疗 可以控制所有的肿瘤 它们可能都各自有各自引发的运营系统 各自有各自有针对性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区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些Lung Muscle Based Breed Cancer 其实 这些肿瘤 我刚刚刚提到的 它们不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篇文献里面 这些T1的Bred Cancer 把它分成几种subtype 那这种不同的肿瘤 它里面的T-Cell B-Cell Immune的表现 Stroma-Score的表现 Gene的表现 通通都不一样 所以或许 我们刚刚提到 这么样多的治疗 那么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做更深入的 这些BioMath的分析 我们应该是 什么样类别的肿瘤 我们就对应给它 什么样的治疗 那这个是我们 未来的一个期许 我们不是乱枪打疗 随便病人来 就随便给它 用一个治疗 我们应该是 有一个比较 PC群的一种概念 就像我们现在 治疗转移的 这种病人一样 我们也不是 每个人都用一样的 我们也是希望 有一个PC群的概念 希望可以降低 负责效 提升更好的疗效 所以 今天利用一些时间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BCG-FAIR 这些NNiBC的病人 当然 这些病人 目前 Renosis Tentomy 是一个标准治疗 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 communication 或是它的话题 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做 这个膀胱保留的治疗 目前是只有 所以我们把Rubis 也是FDA approved 但是 它的Response 是没有那么好 而且也没有完成的 非常的久 那今天跟大家提到 除了这个Renosis Tentomy 把Rubis之外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 包括像现在 比较新的 今年FDA Approved Image Point 就是Pepro 它是有通过的 那另外还包括像 比较Cancer Targeted的治疗 Virus Therapy Gene Therapy 或是一些 我们传统的化学治疗 用一些加污的方式 或促进它 比较容易进到 什么细胞的方式 Drug Delivery的这些方式 我想这目前都是Rubis的Trial来进行 但是我们也是要想一下 这么样多的治疗 是不是每个人都让它 就是让它去加入这些地方 实验就好 其实也不是如此 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 是不是这些 肿瘤它用不同的BioLg 它的Subtype它一样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不同的治疗 给它不同的Subtype 用相对应比较有效的治疗 我想这个是未来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另外这么多的这些基因治疗 都是刚在发展出来 那它到底这些基因治疗 你长期这样用 对一个病人来讲 是不是会有长期的 我们意想不到这些复作 其实这个是可以思考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看到短期的疗效 它半年有CR 可以控制一年两年 我们觉得很开心 但是不要忘了 这些东西 它可能会有一个潜在性长期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意想不到的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要换出的地方 那最后 我们用的这些膀胱管理的这些药物 我们always都面临一个风险 就是病人在这个膀胱管理的过程当中 它同时也曝露着你不切膀胱 造成了它proporation的几率 所以 并不是说有这么多fence in的这些治疗 我们就让它都去加入这些治疗 我们还是要回到客观的判断 风险真的高的 该开就让它赶快去看 因为这个才是正正有机会 可以预防它不要investive 或顺遇的taskets的一个治疗方式 以上是今天的报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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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